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块小阳台几乎全年散光 照不进太阳 不过有一个优点 就是淋得到雨水 朋友都知道 能种多肉的地方一点也不能浪费 阳光不足就换个方法 尝试整一个另类的种植方式 起因是这样的 在某一次使用完蚯蚓涂后几周 偶然发现了蚯蚓的踪迹 为了养这些蚯蚓 做了一点功课 最后帮他们的粮食选用了发酵后的水果渣 味道不臭 浅埋后叫不招虫最适合我家 因缘忌讳下玩起了蚯酵素 养蚯蚓 顺便用蚯蚓土加酵素渣堆肥 后来将一部分品相不好 发根障碍的肉肉移来这里 切至就地取材 取对了半年的有机土 半上淘汰的颗粒 将两者混合 比例各半 就这样开启了用自家的堆肥土重肉支线 解支线任务首要就是收集水果的果皮 加上糖蜜还有第一道洗米水 挤满一瓶后 风灌耗氧发酵 经过半年以上的时间 欧成酵素水 还有腐熟的水果渣 酵素水的使用上 会在每次将肉肉浇透后 利用毛细水的原理 将其稀释再帮肉肉灌根 腐熟的水果渣则是埋在蚯蚓区的土里 蚯蚓会来觅食 以及作为微生物的能量 这里提到的微生物 猫儿有挑一些做额外的补充 市面上最常见的 能买到什么就补充什么 举例 大家一定都听过的明星微生物菌种 以下罗列五种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看看 一、枯草杆菌Bacillus subtilis 主要特性为产生抗生素强攻 有害的真菌、细菌 二、殉状芽包杆菌Bacillus mycodes 微生物的特性是让植物产生抗体 提高对病害之耐受性 三、液化淀粉芽包杆菌Bacillus amylolecafacens 最大特色是高温下 一样可以产生内生包子对抗病菌 四、贝莱斯芽包杆菌Bacillus valensensis 直接产生杀菌胜态 使病原菌细胞膜受破坏来达到杀菌的功能 五、木莓菌Tricoterma 它是真菌 特色就是超寄生 入侵坏菌的菌丝中 亦可加速土壤纤维分解 以上五种微生物 四种细菌 一种真菌 为饱饱才有力气工作 虽然都是好菌 也务必要按照厂商包装上说明使用 能不能混合其他产品 一定要问清楚卖家 这些菌种特性为耗养菌 因此我不会拿来和酵素一起发酵 而是使用在半土 或是泡水醒菌后浇水灌根 撒在蚯蚓生长区 使其土壤微潮及保持好菌的活性 也就是配土的有机制会占50%的主要因素 为的就是让蚯蚓与微生物和谐共融 必须要再和朋友强调 这是猫的蚯蚓土实验区 这样的养护方式非多肉主流 也肯定养不出大家想要的包子及显色 因为是高有机制 所以一定会招食俯虫 还有一个观念要建立 就是微生物种植物并非无敌 它是减少用药的替代方案之一 其主要功能是增加土壤活性 一旦有多肉的病虫害 该用药的时候还是必须按时投药 这样才能增加肉肉活下来的几率 以上为本次视频 我是优雅猫 陪您种肉肉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